来看到欢乐出游 结果却发生了死亡车祸 台北阳心一家人 他们开着租来的休旅车 准备要南下旅行 但车子行经过到三号 苗栗西湖路段的时候 却疑似因为故障 突然失去了动力 卡在中线车道 结果车子遭到后方的大货车给追撞 车上四个人 一死三伤 家属不满第一时间租车公司的处理态度 而租车公司则是强调说 车辆有定期来进行保养 已经和家属保持联系 等待车祸原因来厘清 会负起所有的相关责任 救护车赶到车祸现场 国道上零件散落一地 杨姓姐妹花遭到猛烈撞击 被救出时已经奄言一袭 请急送一号 一死一重伤 杨姓家族从台北出发 供三台车要到台南旅游 开在最后头租来的休旅车疑似故障 突然失去动力 卡在中线车道 后方货车反应不及 撞了上去 家属不满知名租车公司第一时间的处理态度 我们在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自知不理 直到真的发生人命的时候 你才来重视这一个 这一件事 包含是不是车子机械故障的问题 都还有待理清 我们现在只能先跟保险公司报备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等到国道警察局那边理清之后呢 我们才有办法进行进一步的协助 租车公司强调 这辆休旅车今年2月出厂 5月13号才坐过原厂1万公里的保养 现在出了意外 也相当遗憾 会等到肇事原因离清之后做相关的赔偿 但一场意外 让原本快乐的家庭旅游彻底变得掉 记者综合报道